牧村是位大学副教授,在机缘巧合下获得考察南极资格,又因差阳错负责训练小狗,从相遇的那一刻起注定这趟旅程不平凡,我们的故事要从另一个时间点说起。 日本战后成为一片废土,百姓下跪的场景依稀可见,为了生存相互分享食物,整理瓦砾,建造新家园,虽然生活正在逐渐改善,却不能抹去心中回忆。 1955年8月,副教授牧村攀岩到山顶祭奠某人,当今日本学者全在模仿国外,世界组织号召各国观测南极。 1912年日本踏入过那里,由于准备不足并没有什么收获,教授老白决定参加,各国会同一时间展开竞争,牧村老爹就是其中一员,那个年代穷人多富人少。 牧村经常为小朋友讲解矿石,比如黑水晶和琥珀来历等,大家也都喜欢听,小雪称红牧村为姐夫,听说准备去南极一脸失落。 同年9月来到布鲁塞尔,一会多数人认为战败国没资格参加,主席嘲讽你们有钱吗?老白反驳又遭嘲笑,败家之犬就应该待在狗窝里,受辱让牧村差点失态,好在通过各方努力获得资格,可预算5亿谁来投资呢? 现在是1955年,5亿是个非常鲁莽不切实际的数字,然而有钱的地方就会有半则指数,老同学在财务省工作,我说眼神还是那么犀利,看了报告奉劝认清现实,吃饭都成问题尽早放弃,事实确实如此,很多孩子吃不饱饭流落街头,买个烤红薯分给大家,然后掏出地图给他们讲奇温一事,小时候对南极就非常着迷,很多事都是从老爹那里听说,北极没企鹅,但有大白熊,南极正好相反, 还听说有座山住着神仙,报社朋友愿意帮忙宣传,尝试向企业寻求援助,次日登上头版,起了海报超级吸引眼球,学生们非常感兴趣,心想到底是什么动物这么可爱,日本被分配到某基地中间不提供任何援助,说白了就是遭排挤,阿泽还是那句话尽早放弃,出门遇到之前的小朋友,大老远背着孩子来捐款 出门! 十分 捐款活动蔓延开来震惊日本 内阁改变态度全力支持 谁也没想到奇迹会突然降临 牧村负责说明计划 明年11月出发才能进入南极大陆 在那之前先招募队员还要改造破冰船和履带车 教授老朋友殷书登场 提议用狗拉东西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 北海道的化泰犬抗寒能力强 破冰船名叫棕骨 与大核战舰同时期诞生 并生存下来拥有耐兵结构 可时间太紧没人愿意改造 大核战舰设计师映入眼帘 一顿劝说又搞定一事 正式动工 另一方面许多船员来面试 学生阿种号称有训狗经验直接录用 很不幸牧村落选 13年前作为登山队长 失去过一位同伴让人抓住把柄 当时阿泽也在场 无奈只能移交所有工作 后续负责找狗 小雪今晚相亲没敢打招呼 几天后带着阿种出门 化泰犬既凶猛又健壮 吃掉你我只够八分饱 老板坦言千万小心 否则容易缺胳膊少腿 时之立即可以派上用场 老大对人不太友好 但力量十足 小白天资聪明适合领队 其他几只稍微差点意思 小熊老爸去过南极绝对主力 这家人孩子也有一只 性格好又可爱 想带走门都没有 阿种没训狗经验 牧村笑着名士慢慢来 破旧房屋窜出来两只小黑 看起来挺面熟 主人跑路饿了很久没人照顾 拿出两个饭盘先喂着 老板经过检查 有四只不合格 之前看到的两只原来是小熊儿子 再次返回已被卖掉 牧村用高架赎回两只大宝贝 跟部さん谊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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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 你 真受 母 我 太 include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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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起来 求め 走 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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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吗 谢谢 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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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了半天 小琪才是带头大哥 小女孩特别懂事 让牧村迁走 但一定要平安带回来 研发防寒装备遇到麻烦 改造工程也大幅度延期 防水试验又出现重大问题 观测可能会被终止 距离出航还有三个月时间 沿东登陆绝对不可能 牧村不甘心 孩子们的零用钱已经捐给我们 想让日本重新站起来只有冲到底 可现在的状况确实无能为力 百姓第一个不服 各行个业纷纷前来支援 为了孩子们的梦想不能放弃 阿佐泼了一盆冷水 门外汉只会帮到忙 老白作为画室人让大家多多尝试 没过多久本田综艺朗贡献新技术 抗寒装备获得突破 东京通信工业也跟着加入 再次测试滴水不漏 民间大神果然有点东西 距离出航还有29天全部完工 牧村功不可没 官方发文立刻回归原职 孩子王说小雪老师没去相亲 两人这层窗户纸始终没捅破 1956年11月8号正式起航 南极之旅学术部分只占一小部分 实际上是为了帮日本挽回颜面和国运 为了让世界看到一个自私其利的日本 向着未知南极大陆进发 第一次出海一般人很难适应 跟小狗玩一会儿能起到放松作用 牧村不满足只见一个观测基地就回来 打算留下过冬为后人积累经验 有人支持有人反对 厨师大概率也会留下 小熊不管那么多来了就造反 老白表示过冬不被政府认可 分配给日本的观测地点没人去过 气候恶劣程度难以想象 到底会降到零下多少度更没人清楚 阿泽站在老白一方 万一出现遇难者会被其他国家嘲笑 牧村愿意舍命赌一把 内部产生分歧开始互相掐架 突然风暴来袭 倾斜角度过高根本站不稳 有只小狗受伤 医生经过检查并无大碍需要静养 如果真要跃冬的话愿意留下 政府定期向宗谷浩家人报告状况 同年12月穿越马六甲海峡被毒辣太阳制烤 狗射空调最高降到23度 进入南极前只能忍耐 其他人浑身糖水 准确来说更像洗澡 外务省发来电报 先遣队能力不足不许越冬 由于实在太热饭都吃不下去 老山抢走钥匙打算去狗舍吹空调 因为这个小市牧村和老山起了冲突 冷静下来道出实情 过冬告吹我们应该统一战线 南极可不是一个随便就能去的地方 没有互相托付的觉悟只能去送死 随后放下钥匙看着办 英书露出满足笑容 坚决支持留下过冬 次日扮演圣诞老人更加团队凝聚力 更强的暴风雨再次来袭 急事实在 太阳洋马上 暴风雨再次往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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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犬なんか放棄よ 落ちちゃったのか おい 助けてください 一場風暴下來損失慘重 老山手裡的寶貝是兒子的畫 跟牧村不打不相識成為朋友 外面陽光普照卻是深夜兩點 這不就說明已經進入南極圈了嗎 浮冰就是最好的解釋 熱咖啡瞬間凍成冰塊 大家舉杯慶祝 牧村請求老白留下過冬 只見基地卵用沒有 別的國家還是看不起日本 我們的生命由自己守護 老白無話可說 向上級寢視願意承擔一切責任 明天早上登陸南極 氣候變化和海水的流動都很劇烈 真正的考驗才剛剛開始 英叔作為隊長負責一切 成員包括牧村等重要人物 阿澤竟然也選擇留下 一共11名成員分工明確 大家滿懷希望向民眾報告喜訊 岸邊近在眼前 船只被困住動彈不得 船右側螺旋槳卷入冰塊損壞 比喻期晚到了很多天無法破冰 不過可以停靠在附近小島 1957年1月28號抵達 首次踏入這片神聖領域 心境豁然開朗 不遠處還有企鵝為觀 剛出生的寶寶正在睡覺 越看越可愛 偷走一只不過分吧 還有半個月入冬 但那之前必須建成觀測站 距離岸邊大概20公里 途中有很多水坑 表面還有巨大裂縫 冰層厚度不確定 牧村負責探路 小琪代替小白成為帶頭大哥 本來挺順利 但小熊看到企鵝突然改變方向 小琪盡力嘶吼還被揍一頓 其他小伙伴嚇得瑟瑟發抖 好在冰層足夠厚可以開車 自那之後心裡出現問題 怎麼都不願意跑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恢復 生拉硬拽勉強送一趟東西 其中一隻腿部骨折 沒辦法只能跟船回家 孩子們為小狗準備許多毛衣 還讓小雪老師幫忙帶過去 外務省辦公大樓早已堆積如山 吃喝玩應有盡有 南極這邊本來還算順利 冰層開始流動 很多物資被沖入大海 包括三個月的糧食 而冬天又比預想的來得快 話說還能在這裡過冬嗎 阿澤提議優先搬基建材料和糧食 狗糧什麼的放在最後提高效率 因為狗一點用沒有 牧村這次無力反駁 大家也都無動於衷 英叔嚇唬他們 把香菸紅酒等東西扔了吧 老山差點嚇傻 我們全搬還不行嗎 英叔情商這塊無敵 不忘告訴牧村 只要有某種動力 他們絕對會跑起來 於是物資從船上轉移到內陸一公里處 建造工作應該可以順利完成 帶頭大哥換成小白還是不行 小琪在黑哥旁邊不敢造次 別的狗開始掐架 小熊趁機又給小小白來一口 注意不是領頭的小白 兩隻狗全都受傷嚴重 牧村心想這可怎麼辦啊 回到狗社 小熊一嗓子 嚇得小琪瑟瑟發抖 不吃不喝跟恐懼做著鬥爭 暴風雪來臨 老山忘記加油困在外面 牧村已做好最壞打算 帶著狗去送油 小熊又開始搞事 要不是拴著 差點連阿種都想咬 小琪突然爆發 還敢咬老子朋友跟你玩命 牧村停下腳步大喊 拿出勇氣戰勝小熊才能橫著走 渡你什麼事 你可不肯成功 借臨 猶豪 全盧 留言 還好嗎 仲間期待 快快 跑 建设中的基地 出现部分破损 大家已经开始着手修复 阿泽徒步10公里带来物资 暴风雪让所有事物发生改变 小狗之间和睦相处 人与人的感情也愈发浓厚 雪橇队成为不可或缺主力 小熊败下阵乖乖服从大哥小齐 最后在入冬前完成任务 老白返航明年这个时候再来 三只受伤小狗跟着一起回家 接下来就要迎接极端寒冬 两十二度被海水冲走 太冷不能缩减热量 少吃一点都不行 钓鱼成为必胜法之一 小狗关在狗舍下捣乱 就愿意待在外面挨动 英书制定一套南极宪法 其中一条水也不许死 从明天开始各自展开研究 小黄看起来没什么精神 牧村是地质学副教授 准备多采些矿物质 望向天空出现极光 想起老爹说过 这里有座南天山住着神仙 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去一趟 外务省下达命令 阿泽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阿种对极光特别感兴趣 但不知从何下手 记者没事就拍企鹅 小黄突然倒地 还有一滩血迹 经检查甚有问题 没有治疗方案更没有药 英书同意牧村去南天山周围探路 小黄站着都费尽非要跟着一起去 这一幕让所有人感到震撼 好声劝说才勉强回窝 刚出发没多久 忽然病危 急匆匆返回 貌似是场误会 看到牧村回来 睁开眼叫了两声 还没来得及高兴 已经咽气 小黄留着最后一丝气息等着主人 其他小伙伴察觉到一样 为老朋友送行 葬礼规格和人一样 好想带着小黄见识更多大场面 结果突然撒手人寰 阿种气不成声 说自己是废物 不受家人待见 以前干啥都半途而废 之所以来南极 是为了不想继承家业 对比小黄感觉很惭愧 牧村直言那又怎样 现在想跑路都没机会 自那之后 晚上研究极光 白天训狗 导致精力不足引发火灾 重要器材和研究成果也被烧毁 阿泽大发雷霆 从一开始就应该按照方针行事 一切活动暂时停止 为了让大家保持良好心态 允许和家人定期通话 老十二次喜欢企鹅 回来别忘记讲他们的故事 小雪让牧村不要逞能 阿种老爸为儿子感到自豪 看来家人并不讨厌他 英叔用废品做了一个观测器 万一坏了 咱们再造 人就是为了积累经验 才来到这个市场 1957年8月 第二次南极科考度 招聘新人 宗谷号需要强化动力和螺旋桨 最好提前一个月完成 南极进入寒冬 不管是电池还是汽油 都派不上用场 牧村外出探路 为登南天山做准备 有只小狗马上生宝宝 记者认为这是人类一大壮举 不过需要经验丰富的阿泽加入 为了安全勉强同意 但必须听从指挥 出发第一天 小狗爪子冻伤 穿上袜子能暖和一点 老白追加四辆雪地车 和一架侦察机 南极气候变换莫测 暴风雪随时降临 不仅偏离路线 还比原计划晚了三天 中途发现一个避难所 进去一看竟然是鲸鱼残骸 小铁不知为何突然逃跑 这种天气没办法寻找 狗自己就能回家 留下食物应该没问题 连续几天 貌似越走越偏 只能真受磁性矿石影响 不太确定准不准 实在不行 就得原路返回 第二天恢复平静风和日丽 原来南天山就在眼前 基地传来好消息 雪地车已经修好 随时可以过来帮忙 何干什么 这就是小医生的 是个很可爱的 这就是日本第一次南極燃党隊 燃党隊是在国上最初登山的山上的山上 目村和阿泽成为第一个登顶南天山的人 反程还要遭受同等磨难 甚至更惨烈 阿泽不幸骨折 小铁没回来 没水没食物扛不了多久 让他俩先回去求援才是最佳方案 不许感情用事产生误判 牧村明白怎么回事 但绝不放弃同伴 正说着小铁归来 看来让狗孙坐标可行 小七和小熊儿子一起出发 食物不够那就吃狗粮 现在的状况和当年一样 阿泽受伤让牧村他们先走 结果山市滚落砸死一名队员 就算队长牧村没错也要背锅 阿泽一直耿耿于怀 所以才要用行动弥补 又过去几天身体接近极限 救援车辆中途看到三只小狗 如果救援再晚半天肯定全部冻死 阿泽抱着小旗不撒手 南极漫长的严冬终于结束 学校孩子为小狗们做了牵纸课 观测队已经出发回家指日可待 为了总结这一年基地生活 大家纷纷整理各自研究成果 作为最后的旅程 又去调查其他地方 回去的那晚小铁因摔老咽气 好在小小白升了八只毛球 英叔继续扮演圣诞老人 在这一年中 这是最放松的时刻 过往历历在目 虽然在南极留下的足迹只是一小步 但总比不来强 所以学到的精力一定要全部交给后人 也是第一阅冬队最后的使命 牧村在狗旁边写上名牌 方便识别 按照约定要带小七回家 宗谷号又卡在冰层动弹不得 左侧螺旋桨损坏无法靠岸 新队长老陈好面子 打死不向外国求助 1958年1月 宗谷号连同冰块被水流冲走 附近有一艘美国舰船 老白拉下脸请人家帮忙破冰 很快入冬需要改变原定计划 派侦察机把第二月冬队送到基地进行交接 等船靠岸再利用雪地车搬运物资 老陈不服 认为应该按照计划 先把精密器材送过去 让基地所有人回船上交接 再返回等待 讲道理这就是纯纯的脑残行为 然而这是上级命令不容更改 那刚出生的小宝宝怎么办呢 连狗妈一起带回去呗 次日飞机抵达 沿岸天气不稳定 一次载中四人 除是一个顶三个 阿泽同为官员吉利劝阻 在南极林场判断最重要 老子生活过一年才会这样说 结果卵用没有 牧村向小狗道别 不用担心很快就回来 阿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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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海被后视冰层覆盖 老白无法前进 需要开到离大陆100公里以外 早就应该把人员送到基地 老白没有放弃救小狗 不断和美国人沟通 然而人家要求立即撤离 还是那句话 人命优先 老白放下尊严下跪任爹 能不能再给一点点时间 小狗可是我们的忠实伙伴 结果不容乐观 第二月东队各种冷漠毫不关心 老山可不惯着他们 今后你们也会受到那群小毛球帮助 最后只能跟美国舰船一起 但是撤离 然后空运物资把新队员送回基地 前提需要一切都非常顺利才行 小狗全被拴住 不能寻找食物 牧村继续要求回去 可现在这种状况根本无法起飞 后悔自己好蠢 为什么要拴住他们 消息很快传回本土 小朋友不理解 为什么不管小狗 小雪安慰道 大哥不会放弃他们 一星期后彻底断粮 情况正在往最坏的方向发展 好不容易到达外海 燃料又不够 全国各地送来关于小狗的信和电报 大概内容是 如果对狗见死不救 粤冬队也没必要回来 骂遍外务省官员祖宗十八代 小女孩苦苦等着小奇归来 老白雇注一掷 明天空投设备 一日だけか 一日だけになりました 私は諦めてはいません 明日は必ず行ける 恋を監視します 未曾经社琴至业D3 大半岳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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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泽继续向老程说明真实情况 我们辗转整个北海道才得到那些小狗 牧村离开基地重新寄进项圈 这是因为相信你们马上会来 深夜大家全都睡不着 老程改变心意 请求明天跟自己回基地 由于天气不稳定 很可能只有一班飞机 就这样一直等待着天亮 早六点大雪纷飞 所有希望随之破灭 已经没有其他任何办法 小琪告诉小伙伴挣脱锁链自救 老白宣布放弃南极计划 宗谷号原路返航 我这次是 我会想要做一遍 我想要做一遍 我想要做一遍 我会想要做一遍 鬼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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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被遗弃民众不买账 牧村陷入自责无精打采 小小白也想同伴 其他人也是如此 基地大部分小狗埋在雪里 没能挣脱出来 又冷又饿好可怜 宗谷号无法返航 中途靠岸乘坐飞机回日本 第三次南极计划很可能搁浅 所做的一切大概率复制东流 事已至此只能认命 在今后的人生中将所经历的一切传递下去 小女孩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阿泽一直保留受伤时的纱布 牧村等人回到陆地各奔东西 看着他们可爱照片无法释怀 失去斗志 一并辞掉教授工作 之后会前往北海道跟狗主人谢罪 不想让那些生命白白牺牲 他们明明在等着自己回去 小雪也一直在等待 但就是不敢表白 二种思念的小狗们 小女孩吃不下饭 小青深有感触 曾经养过一只小猫 突然丢失三个月没上学 精神差点出现问题 从此再也不敢养小动物了 小齐带着三个伙伴返回营地咬香圈 咬不断就咬铁链 绝不放弃任何一员 小狗们特别聪明 钻进基地寻找食物 白天一起组队找东西吃 企鹅看起来很美味的样子 寻着气味来到鲸鱼残海 很可惜里面什么都没有 中途不幸死掉一个 小白思念阿泽打算留在这里 其他小伙伴继续前进 一路苦难重重只为找到主人 牧村来到老板家 受伤三只已经痊愈 思绪突然回到撤离当天 梅姐看她就来气 为什么不信守承诺 赶紧归以后不许再来 孩子们好不容易才忘了这件事 老板听着小狗们的故事眼眶湿润 我们一起建基地一起打闹 他们全都特别调皮 南极出生的小毛球就在外面 他们已经入闹了 我打たしたものはあるんだ 力の写真なんだ 要りません 力、笑ってたよね 力、南極一楽しかったかな 力、南極ではどんな顔をしてましたか 教えてあげてくれませんか 南極で楽しそうにしてた 力、大丈夫だった それで力は熊に飼って みんなのこと引っ張ってくれた 僕の命の恩人なんだ いつもそばに力たちがいてくれた 本当にごめん 元気に生きてたんだよね キャンプしてマンしてた? 教えてもらってもいいですか 力何だったんですか 仲間です 命を預け合った かけがえのない仲間で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この子たちが力のためにおったんですけど 今どんな顔してるのかな 外務省不让去国的人参加 老白直接罵街 別不失台局 听到没有 再給你一次机会重新考虑 牧村直觉告诉自己 小七还活着 老板继续科普 如果能自由跑动寻找食物的话 有机会 现在外出觅食的有五只 还有几只无法挣脱锁链 小七鼓励大家生存下去 这一切全都看在小熊眼里 突然跑开 不知道干什么 次日一早出现在岸边望着大海 返回不忘给儿子带小鱼 牧村帮忙改造船只 反正也只能等待 小狼没扛过去 到晚过世 阿种整天躺尸不想出门 看到报纸虎去一阵过来帮忙 小小白想回南极 脾气特别暴躁 直接把象圈扯断 于是想到低温会影响皮革硬度 这东西会慢慢损耗 就是说大概率已经逃脱 虽然不可能全部存活 但肯定有硬骨头 老白尽力交涉还是不行 从阿泽表情来看 即将上演十倍封还 跟国会议员老爸做了一场交易 1985年8月 宗谷号修缮受阻 老十二字想猎小狗 暗示去船厂帮忙 小七成为绝对核心 带着余下伙伴看极光 小安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 或许是害怕选择逃跑 小波正脱失败死在基地 天天吃企鹅营养不全面 经过研究 咱们抓只海豹尝尝 可人家就待在岸边毫无破绽 原来是升冬机西战法 只吃海豹 剩下的残羹剩饭 晚上继续挨动 冰层下有很多小鱼 舔几口轻松搞定 生存能力越来越强 阿泽来到熟悉的场景 船体按时修复完成 突然收到消息 英叔可以去南极 牧村请他帮忙带签贺 英叔直言替我去呗 最近老妖经常出问题 一定要拯救小狗 那个男人堵上人生 才换来这次机会 阿泽辞掉公务员 继承家业参与政治 在别的领域 同样能改变日本 牧村出发前 为小朋友讲故事 最边上的两只是小熊儿子 虽然还是孩子 但他们很努力 小熊意外掉进水里 爬不上来 小齐越来越聪明 咬住铁链轻松拿捏 行けることになったんですか迎えに行ってくるそうなるって思ってましたそれで待っててほしいはいお帰りお待ちしてます行ってきます お待ちしてもらう 小奇滩倒在雪地 梁小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第三次南极之旅起航 木村给新船员看小狗照片 接他们回来属于首要任务 对于风浪已经司空见惯 大家第一次来南极都很兴奋 距离大陆还有180公里 上次由于暴风雪和冰面阻碍无法靠近 这次尽力成功登陆 万一基地遭到破坏 有可能无法跃动 侦查任务自然落到木村头上 画面一转只剩小奇被大雪覆盖动弹不得 梁小黑跑到岸边寻求最后希望 不料因雪崩掉入冰冷海里 松骨号卡在同一地方 按照现在的状况无法派出飞机 老山祈求上天给小狗一次机会 老白时常考虑当年自己是不错了 现在不论什么状况 天亮立即飞回基地 船又能再次行进 小奇亮亮呛呛来到岸边什么都没有 不对 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 用尽最后力气倒在基地门口 心想主人怎么还没来 好孤独快撑不住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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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村喜忧参半 大部分都能挣脱锁链 跑进基地大喊小狗名字 羽绒服上还有毛发 天气说变就变 悲伤之际看到一对小耳朵 翼翼іє ホラ 何やってんだよ起来 目開靠よ だって まだ温だけではないか 何回事 Ble 陆村向老白报告 找到八只小狗尸体 发现小齐的时候身体还很暖和 估计所有小狗全部牺牲 孩子们一直坚持为看画画 小克最不让人省心 小白是个笨蛋 遗体还在鲸鱼残骸那里 小的失踪不知去向 小安也一样 这小子跑得最快 小熊爱欺负同伴 大家得到消息心情难以平复 阿泽最想念小白 第二天将鲸纸鹤放到小狗身边 牧村这辈子能遇到小齐 真的很幸运 突然黑色身影闪过 小熊儿子奇迹般生缓 故事接近尾声 请大家欣赏最后结局 小青实在讲不下去了 忘れちゃったがどうしても会いたかったんだよごめんな置いてったりして 義肥は? 準備できました 尊い仲間たちを伴いたいと思います リキ ありがとう 日本の明日を信じて 先生の夢って何? 未来に送り出すことです 走り続けることが 素晴らしいところでした 僕の友人たちもあそこで生きたんです